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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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 金文 小赵实际是不同时期 从古埃及来的书记源 带到了东亚古华县女 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古埃及圣书体或直接的壁画抽象 再说说盘古的另外一个传说 盘护大王 盘护传说 建于东汉风俗通义 晋 山海经海内北京 搜神记 南朝后汉书南满脸 转的《玄中记》中写作盘护 传说盘护死后 西后自慢 大家都尊奉他为共同的祖先 这个故事在南方摇 苗族 离族中广为流传 人们都非常虔诚地祭词盘王 瑶族盘王节就是纪念盘护的节日 闽东一带将盘护写作盘袍袍 奢族称 盘护为中勇王 越东奢民称作护王 盘大护 盘古大王等 在奢民村落家族中 都保存着 与盘护传说有关的文字和口碑材料 主祖徒 祖杖 祖谱中 在古埃及神话体系中 创世神亚图姆 后来演变为傍晚太阳神 另一位拉神是中午太阳神 拉神与王权英神和鲁斯神合并 特瑞赫兰神形象经常与亚图姆神形象并列 维基百科上给出特瑞赫兰名字符号是 头顶太阳轮盘的笋鹰和两个山与落日符号 就是上面那个图 而在古埃及规划中 更多的是 两个圆小矩形符号壳 笋鹰及太阳符号组合 拉赫鲁斯合并神的名字还有多种变化形式 有时还会加上旗帜符号 或者加上郎柱符号 实际上 名字就是护字圆形 如土 在古埃及胸坠牌匾装饰符雕中 可以看到 亚图姆和拉赫鲁斯神 在两边呈护卫状 中间的符号组合 正是护字圆形 并没找到护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 只找到了护字小转字形 也说明 这个护字符号组合出现较晚 阿瑞赫鲁斯神正是护王 而护字是护字抄写演变形式 因此 亚图姆就是盘王 拉赫鲁斯神就是护王 这两位大王都是太阳神 都是创世神 所以 经常并列而称盘护 后来演变成盘护 到了古埃及瓦西 亚图姆拉赫鲁斯就经常并称Atomary Corrective 在公元前九百年第二 十二王朝的一个石碑中 可以看到 一位大祭司正在向拉赫鲁斯神献祭 神的脸前方名字位置上写的分别是 护盘后三个字连写 流传于汉族中盘古传说 和流传于少数民族中盘护传说 其实 都源于古埃及华夏 安夏文明的传播 其原型就是 亚图姆拉和鲁斯神合并称呼 盘古神话是华夏族古埃及地域所固有 并先后随着山河州的迁徙带入东亚 印度婆罗门教创世大神梵天 其实也是对应盘古 这是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和流域 迫使仙商人群迁徙到东亚之后 由哈拉帕文明形成三星堆文明 雅利安人抄袭 并继承古埃夏文化后 在印度和流域传播的一个结果 我是小七 一个沉迷于研究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 喜欢可以关注我 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指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